10月25号 音乐制作人陈令涛的亲女友出面爆料 称南方出轨女idol孟美琪 此事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 据悉 陈令涛曾为孟美琪做过曲 还是火箭少女101和中国新说唱的音乐总监 在业内小有名气 回顾这次的出轨门事件的全过程 大多还是老套有狗血的桥段 其实早在数日前就有网友扒出 孟美琪和陈令涛于10月10日 一起去了西藏林芝 疑似恋情曝光 紧接着的11号 ID名为他们叫我大花妞 也就是陈令涛的女友 发了一条动态 恶心 真恶心 直到19号 孟美琪工作室的回应姗姗来迟 声称孟美琪单身 否认了恋情 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恋情卦 没想到世界朝着更加迷幻的方向发展 10月25号凌晨 他们叫我大花妞再次发文称 我们没有四周年快乐了 并爆出大量的聊天记录 截图的第一章 便是该网友向陈令涛控诉孟美琪 他声称 孟美琪找人给他发私信 骚扰他 并提到了此前爆料充的灵芝 截图的顺序略显混乱 两个人的对话也不那么通顺 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简而言之 就是一句话 陈令涛交往四年的女友 控诉男方出轨女爱豆孟美琪 孟美琪还被指知三当三 前女友给出的证据是数张疑似 陈令涛和孟美琪的聊天记录图片 首先作出回应的 是事件的男主任姑 陈令涛 事件爆出后三小时 陈令涛发了一篇长文 开头一句 放大后本质已无从辩解 基本是承认了自己劈腿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 他在长文中数次提到生死 遗书 下辈子等字眼 还声称要由自己来结束这一切 明晃晃地透露出自己有自杀的想法 然而 网友们对他的言行并不买账 直指他是想用极端的方式来逃避责任 转移视线 可以说是 既扎又没有担当 在这里必须说一句 无论陈令涛是真想自杀还是另有想法 极端方式都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如果他真的知道错了 就该好好地承认错误 弥补前任 承担相应的后果和代价 正当事件愈演愈烈之际 孟美琪接受媒体采访 回应了此事 对于孟美琪与陈令涛的关系 他坦言 曾与对方短暂地交往 并且两人确实一起出去旅游过 但目前已经分手 虽然承认曾与陈令涛交往过 但孟美琪却称 自己并不知道对方的感情状态 他在确认关系之前 当面询问过男方 当时陈令涛表示 自己已经与前女友和平分手 孟美琪否认了网上有关他知三当三的说法 他此前并不知道陈令涛有女朋友 所以这件事被爆出之后 他整个人是懵的 因为陈令涛的欺骗 让他莫名其妙成了第三者 而对于自己目前的感情状况 孟美琪透露 单身 这段感情也让我很受伤 我需要一段时间 认真去反思 最后 孟美琪想关心他的粉丝和网友道歉 并对陈令涛的前女友 表达了歉意 对于这件事 我想向他说声抱歉 因为也确实 影响到了他的生活 虽然孟美琪已经道歉 但并没有得到网友的认可 甚至还有人 从中发现了不对劲之处 此前有网友爆料 孟美琪与陈令涛谈恋爱 并一起去临支旅游 但当时孟美琪工作室发文回应称 单身 专注工作 否认了两人的恋情 但如今 孟美琪又承认 确实与陈令涛交往过 前后回应不一 遭到了网友的吐槽 大家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咋总把网友当傻子 谁信 随后 孟美琪又亲自发文称 从未想过介入他人感情 但是 确实造成了实质伤害 也对因此受到伤害的人 说一声对不起 他再次强调 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才介入了他人的感情 但是很明显 网友们也不吃这套 纷纷在评论区 吐槽孟美琪是想三 实际上 这件事不仅让网友 对孟美琪的印象变差了 连与他有合作的品牌方 也紧急删除相关动态 后续我们也会继续跟进 剂的粉 感动 因为在误会上 relieved 就继续 倒下 装 跳 跳 继续